没有国界的国家 加勒底王国的首都新巴比伦 每轮每换 这座建造在巴格达以南数十公里的城市 有三道城墙 每道城墙每隔四十四米就有一座塔楼 墙上的大道可容四匹马并行 城外则是又深又宽的护城河 城中金碧辉煌的王宫中 还有一座高达二十五米的空中花园 那是国王尼布贾尼萨二世 为他那取自谜底的美丽王后修建的 后来被希腊人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但在犹太人看来 这里不是花园 而是监狱 建都耶路撒冷的犹太王国 是由于在大国争霸时倒向埃及 而被尼布贾尼萨列入黑名单的 中国春秋时期的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 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 尼布贾尼萨第二次攻进耶路撒冷 把这个弱小的国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 他当着犹太国王的面杀死了犹太王子 将耶路撒冷移为平地 然后挖去了那王国之君的双眼 国王被戴上手铐脚镣 掳往巴比伦 同行的贵族 祭司和工匠 多达上万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比伦之囚 此一去差不多半个世纪 直到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 他们才被灭亡了加勒底王国的波斯皇帝 居鲁士释放回国 以自治神妙城市的形式在耶路撒冷重建家园 可惜犹太人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 此后他们的国家又多次被征服 人民也多次被流放 最后在中国的东汉时期被罗马人赶尽杀绝 从此成为一个没有祖国 迁徙散距于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 可以说几乎没有谁像他们那样 灾难深重又坚韧不拔 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 那座枯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 但一个文明史上的奇迹 也被创造出来 事实上几千年来被征服的小国不可胜数 而且只要国破家亡人缘流散 就再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唯独犹太人 失去祖国一千八百年 流散世界十万八千里 而民族犹存 甚至可以说 他们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 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而自立于世界之林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宗教 这是不争的事实 正如我们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要讲到的 犹太人是历史上最早建立信仰的族群 这种信仰的真正确立 则正好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 旧约的前五篇摩西五书 便是在巴比伦之囚那会儿 由犹太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时候 他们太需要救世主 也太需要认同感了 为其如此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 一追向西安就哭了 耶路撒冷城南的西安山呀 这当然远远不够 尽管可能意味着复国 于是苦难的犹太囚徒被告知 只有他们的战神雅赫维才是唯一的神 可惜此前的犹太人却忘记了这一点 反倒崇拜多神和偶像 显然受难是因为背叛 心生则要靠前程 最早的一神教就此诞生 没错 这就是犹太教 从此失去祖国背井离乡的犹太人 有了主心骨 有了凝聚力 有了核心价值 也有了认同感 事实上 只要坚信唯一的神和先知的教会 恪守教规 严守禁忌 那么 无论他身处何地 也无论贵贫富 肤色黑白 他就是犹太人 国籍反倒是无所谓的 实际上 犹太人比许多有祖国的民族更团结 甚至更有文化优越感 因为按照他们的教义 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 这种观念和感觉 使他们保持了民族特质 并能够不间断地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输送人才 尽管犹太教也因此而无法像佛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 具有世界性 此时无国 胜有国 其实 宗教之于人 意义和作用与城市和国家 不乏相似之处 比如一个人说 我是佛教徒时 就跟他说 我是曼谷人 或者我是泰国人 没什么两样 效果都无非是身份的辨识和认同 你是北京人 我是上海人 是辨识 你是穆斯林 我也是穆斯林 则是认同 宗教甚至也像城市和国家一样 能够提供安全感和自由感 来自神的保佑和庇护 体现了前者 发自内心的真正信仰 体现了后者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然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我们民族是没有宗教的 之后也不纯粹和虔诚 孔子的说法是 既神如神在 民间的观念是 不灵则不信 说到底是似信非信 若有若无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还得先弄清楚 宗教从哪里来